大家好,我是杨仔 咱们最近啊,一直就是没有 市民里没有出现过这个滤血 因为他就是马上要去新家了嘛 然后这不是他的孩子 今天看着看着他的孩子 然后就是有点想这个滤血了 我也就是好有一天没有放这个滤血出来了 咱们今天把滤血放出来 最后给他亲戚亲戚 不是放往新家了吗 咱们这次跟他好好的玩耍一次 等已经想他了 咱们还可以去见他 走吧,现在放滤血 走走走 走 快走 我发现这母狗出来就光扒了我 快走 这家我没想到 二凯把这个大皮子就是放在草皮上了 那也好 让这个滤血跟他老头子亲近亲近吧 好几天他俩也没有见面了 这大皮子出了 皮子 这是小黄他爹跟他妈 我感觉啊 小黄以后要长起来 指定比他爹还高 鱼血 又去新家了 好好听猪人家话 日血要走了 最后一次跟他亲近亲近 这家大皮子 大皮子出来了 这也不跟他老婆子亲近亲近 老婆子都快走了 女婿 快走啊 跑吧 你去 我感觉每一条母狗啊 出来就第一件事就是扒拉我 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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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皮子 被自己卡这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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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雪啊 就是 特别呼嘱的一条 就是好狗 就是上次 在他面前有个人就是弄我 然后跟我闹着玩 然后瑞雪就急了 还帮着我就是咬别人 就是欺负别人啊 他不下口 对人从来不下口 如果让他就是跟狗打架 他绝对就是百分百 那家不用管 瑞雪好舍不得瑞雪啊 因为我每次来狗场的时候 一进门就是瑞雪的笼子 瑞雪就会就是那个笑脸欢迎 好嘞啊瑞雪 该吃吃该喝喝 等到时候 到时候想我了 我去看你呢 你直接就是说 原来想你了 我打个喷就去找你了 这也许是我第一 最后一次牵瑞雪了 有可能就是想牵瑞雪 也牵不到了 现在咱们给瑞雪整回去了啊 然后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跟瑞雪玩耍了 也是最后一次跟这个瑞雪就是牵着瑞雪了 以后到了新家 请那个新主人 扇待他 然后好好的对他 瑞雪啊 其实是一条特别好的狗 每一次就是从这个门进来 瑞雪都会冲着我笑 然后笑脸欢迎 然后还是护卫犬 特别好的一一条一条那个母狗啊 行了 咱们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